我祈祷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 我祈祷我的名字 先知啊 当你们修期的时候 你们当在他们的待哄期之前修他们 你们当计算待哄期 当敬畏真主你们的主 你们不要把他们从他们的房里驱逐出门 他们也不得自己出门 除非他们做了明显的丑事 这是真主的法度 谁超越真主的法度 谁却是不义者 你们不知道 此后真主或许创造一件事情 当他们欺满的时候 你们当善意地挽留他们 或善意地离别他们 你们当于你们的两个公正人为见证 你们当为真主而作证 这是用来教训信仰真主和末日者的 谁敬畏真主 他将为谁辟一条出路 而且从他料想不到的地方供给他 谁信托真主 他将使谁满足 真主确实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 真主确实是万物各有定数 你们的妇女中对月君已绝望的 如果你们怀疑就以三个月为他们的带婚期 还没有约经的也是这样 怀孕得以分免为满期 谁敬畏真主 他将使谁顺利 这是真主所 降世你们的法令 谁敬畏真主 他将免除谁的罪恶 并且赏赐他重大的报酬 你们当依自己的能力 而是他们住在你们所住的地方 你们不要妨害他们 而是他们烦闷 如果他们有孕 你们就应当供给他们 直到他们分免 如果他们为你们哺乳 你们应当报仇他们 你们应当依正义而相伤 如果你们的意见不合 就让别的妇女为他哺乳 叫富裕的人 用他们的富裕的财产去供给 叫窘迫的人 用真主所赏赐他的去供给 真主只依他所赋予的能力 而加以责臣 在窘迫之后 真主将给宽裕 有许多城市的居民 曾我依靠他们的主 和使者的命令 我将严格的审讯他们 严厉的惩罚他们 他们将尝试他们行为的恶果 他们的行为的结局是亏损的 真主以为他们预备了严厉的刑法 信道的有理智的人吗 你们当敬畏真主 真主却以降宿你们一种教会 并且派遣一位使者 对你们宣读真主的许多明显的迹象 以便他借信道而去行善的人们 脱离重重黑暗走入光明 谁信道而去行善 真主将使谁入夏林祝和的乐园 而永居其中 真主必定赏赐他们 优美的吉养 真主创造了七层天和同样层数的天地 天命通过七层天而下降 以便你们知道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真主是周知万物的